大家好 看到鮑威爾的樣子 知道我們今天方圓之間 又要跟大家說一說聯儲局的問題 大家看到今天的題目 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以我們一個小股民 中國小股民的心態 我們怎樣去救 美國聯儲局呢 這一點是因為之前有朋友 曾經問我 大衛sir 你說到美國那麼衰 其實老美還有沒有招救他自己呢 招不是壓招 是真的有沒有招數可以救他 那今天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點點的事情 因為方生曾經跟大家說過 我們國家有國債易回購 那國債易回購 說真的 我只知道如果有多餘的錢 我放下去過幾天 就會自動有些錢回到我戶口裡 這個不是龐氏騙局 這個不是龐氏騙局 這個是增加流動性 以及我們真的收到利息的 這些錢是真的 雖然不多 但是它以日式計算其實都 挺和味的 那為什麼會有國債易回購呢 其實整個國債易回購 我們今天再跟大家說一下 那為什麼國債易回購 會救到聯儲局 或者我們覺得有可能 那大家看到 買國債就有 買國債放在那裡 然後放在那裡 這些是我買了國債放在那裡 接著的時候 還有一些短期的國債 或者長期的國債 長期國債都是等10年8年 收息就算了 那短期的國債 我就玩了 沒有所謂的 那長期國債和短期國債 我們怎樣去分辨呢 還有 現在內地的國債易回購 究竟是在玩什麼的情況 和美國的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還有 最近 因為季度的結束 所以國債易回購 就有少少的變動 這個變動 雖然說少少 但是其實很厲害 那這個多厲害呢 我想問一下方先生 方先生 你好 大家好 究竟發生什麼事 今天國債易回購 我現在給大家看一張圖 國債易回購 大家看到 是3月31日 下午3點30分 國債易回購的額 就是7.825分 最高呢 就去到8.5分 這個8.5分是不是8.5分 方先生 沒錯 8.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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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8.5分的意思就是 連息 如果按日式來計算 你要除356日 365 你除下來 365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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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錯了 我之前大概計算到 10萬元 應該是 如果是 你現在8.5分 的話 去到14元 或者去到15元 一天 是 是 所以 它這個動作 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 就是 貴到沒 銀行需要流動性 需要借錢 所以 它會用一個高的息口 高的價錢 去向我們老百姓 就是向我們一般的投資者 拿現金 就是拿他們的流動性 那他們抵押出來 就是國債 是這樣的 所以 為什麼我們說 這個工具 有可能可以幫到 美聯儲 就是 因為 我們有大量的老百姓 或者大量基數的 一般投資者 我們一千元一千元 借給銀行 或者有需要的機構 那它就解決了 它的流動性 因為國債 很多時候都是長期國債 有五年 有十年 甚至有些 現在推行五十年的 都有 那你一旦買了國債 那時候 錢已經是鎖死了 那一般 你的銀行 其實它都會買國債 進行一些投資的活動 因為國債始終來說 是對於 好像我們中國的國債 和美國的國債 其實它的收入 和信用度都很高 一般的金融機構 首要他們都會選擇 因為國債是投資的 就是這樣 這些國債 其實每天賺的錢 十萬元 都是足夠你買個中山等級的早餐 即是腸粉 加一杯豆漿 頂多是這樣 他們的錢 我們經常都說 不賺百不賺 如果你操縱得OK的話 其實你的早餐錢就OK 你不是很貪心的話 一年幾千元都有 一年幾千元沒有 大概一千元左右 如果你懂得操作的話 這些是遊戲的錢 這一個 我就覺得是增加流動性 到底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國債益回購 其實都是短線的 不會太長年期 或者時間 情況是怎樣的 方先生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是的 我補充一下 其實千多元 對於我們一般老百姓 可能不重要 但是對於銀行來說 對於需要用錢的機構來說 它是很重要 因為你好像歸公銀行 它買了百多億 差不多兩百億的美元債券 那時候那個債券是五年的 如果它現在此時此刻 它等錢用 有人可以接受它抵押了那些債券 然後給它百多億的錢 那個錢可能那個周期是一個月 或者是兩個月 或者是三個月的話 那它是否可以盤活著呢 它不用急急把手頭上的債券 那麼便宜 批線的時候都賣了它出去 是一個這樣的過程 所以 沒有看少了 我們賺千多元 可能真的 不覺得是怎麼回事 但是對於銀行 例如我們這個投資者 他可以拿到十萬元的流動性 再加上你的投資者 有十萬元的流動性 再加上N個十萬元的流動性 那時候 那個數額是很大的 是不是 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 這個 有 這個明白 這個智性之道 這個明白 就是令到整個銀行體系 是保持安全性在這裏 想有錢用 就有錢用 因為市場上高 還有這些 是完全是 99.99 零風險的情況 就是沒有風險的情況 有零點多的時候 可能有些風險 我這樣說法 因為我們不是叫大家投資 我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國家現在怎樣做 還有 我覺得有一個情況比較特別 究竟我們一年發行多少國債 還有國債的規模有多大 這一點我想請教方先生 方先生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說一說 這個問得很好 大教授 很多時候 很多人都普遍認為 美國印那麼多錢 發行那麼多國債 是肯定很多問題 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 說真的一句 我們中國都印很多錢 都發行了 只不過就是 對新的數據 我們到今年為止 的原額 今年2003年 2023年的原額 是嗎 是 沒錯 現在都是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我們錄製的時候 已經是第二季度 4月1日 雖然是愚人節 但是今天為了大家一份 那個數據應該是月份的 是 當時我們中國的總債務余額 是310萬億 這個應該是人民幣 然後對比一下 美債的原額 185萬億 其實 你是用美元計 還是人民幣計 美元計 和人民幣計 是不同的 我們中國用人民幣 用人民幣 但美元是否用美元計 是 這裡的數據顯示 是人民幣 都是人民幣 兩邊都是人民幣 折算人民幣 這樣計 哦 沒錯 是 我們中國是比美國大 是啊 如果這樣中國是比美國大 這個很厲害 很驚人 這麼多債務 怎麼頂啊 是吧 你要看看他們的用法是怎樣 我們其實 中國發行的債券 一般的用途 以前的人都在那裡吹吹 我們中國都很多債務危機 這些是怎樣的 其實我們中國一般印的債 發行債 多數是用在基建 你會見到的 建這麼多路 建這麼多橋 陸化幾多城市 或者怎樣怎樣 全部基本上都是投放在基建 但是美國有可能 基本上 你看到他的基建 或者其他那些城市的面貌 鐵路 那些這樣的情況 他不是放在這個位置 他放在金融體系 軍事 或者是其他一些 非可以產生 實質性效益的地方 所以 他的數值 雖然不是比我們大 但是他的危機 是比我們大 嗯 那樣的情況 我就有個問題要問 那你這麼多的債務 對於我們國家來說 我們就把它放在一個基建上 那些債務 其實要不需要還呢 要還的 是嗎 是嗎 是 沒錯 這個肯定要還的 是啊 看見了一樣東西出來 為什麼我們放在基建 例如 我們投入了的基建 例如我們太陽能 風能 或者水電站 還有公路 鐵路 這些其實全部 一運營起來的時候 它是有收益的 我們想高速 我們要給 我們要給高速費 路費 是不是 我們坐高鐵 肯定要付錢 是不是 那現在那些發電站 還有那些太陽能光復 之以此那些風能 這些大野機營 那些設施 你產生收益的 你發電的 你會有收益的 不是 不是國家這樣牽頭去投入 那時候我們用電 為什麼會這麼便宜呢 是不是 那這些呢 我們都會產生一種 收益在那裏 這些收益 還要在未來 去繁彎這些債務 是這樣的一個生態 是這樣的一個術法 但是你回觀回美國 它是注入回金融體系 即是股市 或者是 消耗性的東西 消耗性的東西 例如 軍事 你投入了 你肯定要去打仗消耗 要賣給別人去消耗 是不是 而且你賣了之後 那些收益又不是歸回國家 是軍火商那裏 所以你變成了 它是一個惡性的循環 它越借越深 越踩越深 它會借到它發債 發到國家都不能夠資不抵債 那時候 就好像銀行那樣會破產 那當然 現在的體量 或者按他們目前的狀況 可能不會這麼快 很多人都在那裡吹噓它 過多幾年 三五年 可能不會爆煲 或者會賜不地債 其實 不一定 但是它持續這樣下去 肯定會出問題 是時間的問題 那麼我們怎樣解決美國現在的流動性問題呢 為什麼我們現在可以跟大家說 其實國債易回購是一個解決的方法之一 可能 不是一定 可能 為什麼這樣說呢 沒錯 其實我們銀行 就以銀行來說 銀行 一般它投資會買國債 那麼其實銀行怎樣去解決它那個流動性的問題呢 其實它有三種渠道 第一 就是向央行借錢 它央行借錢的時候 其實都會抵押國債 抵押自己手頭上的債務 那麼其實央行是第一個 是可以借錢給它的 那麼央行這個動作 其實都是叫一個易回購的動作 它都是向 央行就要向市場移入流動性 就是你抵押債券給我 我給錢給你 是這樣的角色 另外一個呢 就是它在其他銀行 就是同業間之間的賊借 那麼 你同業間之間的賊借 沒有理由 你說一句我借錢給你 大哥 如果有國債在那裡 在那裡做抵押的話 我肯定會贈這手 那麼所以呢 它也可以抵押了些債券給銀行 然後呢 然後呢 就借錢給銀行 解決它的流動性 第三種就是我們 正在做的 易回購這個動作 它就通過我們現在的 轉型交易軟件 一些金融工具 我們就很輕易地 一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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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給有需要的金融體系 借給這些銀行 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所以其實 你說是不是可以救到它呢 這個是問好了 因為它 你叫它學我們中國的經濟模式 它肯定是洗頸頸不肯學的 不肯認低位的 但是這種東西是實在在可以解決到它的 流動性的問題 但是它現在再去變立的話 其實應該太遲 也都沒有這麼快 建立得好 只是我們指上談兵 這麼說笑話 而已 是不是 這一點我就覺得 有些事情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們都經歷過 國債易回購的幾個轉變 國家一直在調整 怎樣去買賣這個 國債易回購 不是這麼簡單說 喂 我來到我馬上去做 那就OK了 要做的話 要真的好決心 去把流動性的位置放得比較寬 因為現在美國的國債賣給一些投資者 那些投資者就是一些機構 但是中國除了賣給機構之外 其實它都維持有一定的易回購的數量 即是銀行那裏 那裏 這個銀行上高 它做的 就可以調動到一些投資者 是不是這個意思 方先生 沒錯 你說得很精準 其實我們那個易回購這個工具 其實它是調動了全民去完成這個動作 因為其實金融機構 當你有些槓桿 或者有這麼多的渠道 那時候 它可能是千屍萬謀的 那它不一定可以在銀行和銀行間 或者是在央行之間 這樣它這麼容易抽身有勞動性 那它就發起了我們普通老百姓的作用在那裏 你試試想想一下 我們現在有14億的人好 我不要說14億全民參與 我三分之一好 三、四億那時候 你想想 三、四億人 我同時借一元給你 也不少錢 況且我們現在把那個 叫入門那個 門牽 由以前的十萬元調了 一千元 是不是 那我 喂 三億日借 借一千元出來 喂 不少錢在這裏 這樣 這樣 這個是 你如果有三億人每日借一千元給你 你計算一條數有幾多 還有那個流動性 就很豐沛了 就是你的水流 我們說 就是河海不紮細流 那現在就是不紮細流 你就任何的錢 我都可以過來 還有的時候 我不是給錢給機構投資者去賺 這麼簡單 我可以用全民的方式去賺 一起參與 這個參與 亦都很重要 你有這樣的參與 我的整個 金流 我就很穩定了 但是現在 美國 我經常去找 你去哪個國家買我 那些東西 哪個國家不肯 這個很難的 大哥 你這些全部是掌握在你 一些少數的人群手上 而那些少數的人群 是不是都在危難的時候 肯去做這件事呢 也都很難 因為他們沒有這個習慣 沒錯 你只不過是一個代理人的角色 對於我自己的看法 這個代理人的角色 其實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那你如果可以全民參與就不同了 還有你可以令到銀行 可以按照他自己本身的情況 去做出一個流動性 我雖然比那些零色好像很高 但是很短的 一兩天 那就搞定了 那你說 是不是這樣很舒服的一件事呢 對不對 但是 聯儲局 現在是不是真的可以救到呢 這個是我們小小的建議 但是這個建議 說真的 聯儲局是 完全做不到的 我簡單的跟大家說 是做不到 那為什麼做不到 為什麼做不到 為什麼做不到 第一就是時間性問題 軟水不能夠近火 是的 第二的時候 你要動了這一幫金融大惡的利益 想也不用想 沒錯 而且 美國的很多公民 他們一般以前的老百姓 都是習慣了先洗未來存 你說好像我們中國人 大部分都有儲蓄的 這樣就很少 所以你說 不要叫他拔一千元 就是拔一十萬元出來 拔一千元出來 也不可能 有時候也不可能可以 所以其實他是重重的困難 希望這個建議可以幫到他 其實他不一定要聽到 或者是他聽到了知道了 都不一定做到 是不是 他這個可能性很低 但是這個方法 其實就 真的可以解決到某一方面的難題 如果他肯認真地去處理 和做這件事 我覺得也是有機會的 今集我們就跟大家說了這麼多 雖然這個國債易回購 如果美國在之前部署做 或者請教中國怎樣做 了解一下我們的金融 為什麼到現在 我們已經成為全球最安全 監管最完善的地方 為什麼會這樣 發生了什麼事 大家可以解決一下 還有 我們下一集會跟大家說一說 有關隔夜拆息的問題 這個問題也很重要 為什麼隔夜拆息 我們會看到 在今年的6月30日 會跟大家說拜拜 同業拆息 同業拆息 隔夜同業拆息 為什麼呢 下一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嗎 今天時間到這裡為止 多謝方先生 多謝大家的支持 記得訂閱大蕙Sir的頻道 還有留言、點讚、分享 最好看完廣告 感謝大家 多謝方先生 拜拜 拜拜